静中藏了一个真字,稳中藏了一个急字,忙中藏了一个王字,忍中藏了一个刀字。 红尘世俗,你来我往,越想争,心越要静,越急,心越要稳,越忙,越要照顾好自己,越忍,越要看清事态。 俗话说,面由新生,心随静转,因为一个人长期形成的一些东西,会对他的表情,神态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忧郁的人眉头紧促,宽厚的人眼神温和,自信的人嘴角自然上翘,这些习惯,年生日久就会改变你的容貌。 长相显年轻的人,大都善良,因为心底纯凉,故而眼中有光,因为正气浩荡,故而比较耐看。 你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模样,当然,你的语言更是你性情以及思想层次的体现。 我非常敬畏一句话,是,德不配位,必有灾殃。 记住,是必有,不是可能。 意思是说,如果一个人的德性,与其所处的地位不相配,迟早会招来灾祸。 比方说,德就是一张桌子,物就是桌子所能承载的分量。 当你的物质分量在不断增加时,你就要夹出桌腿,夹后桌板,否则你的东西越来越多,桌子原封不动,就会轰然倒塌。 意思是说,当你的物质、财富、地位在不断增加时,你也要不断增加你的德性。 仁义、理智性,要与物质同步增加,方能厚德在物,事业长久,身心健康。 老子说,人不为己,天诸地灭,这句话的理解不尽相同,但绝对不是自私的意思。 人不为己,天诸地灭之的为,是修习修炼的意思。 天诸地灭,就是天地诸灭。 通俗一点讲,就是人如果不修习自己的德性,就会天理难容。 也可以理解为,人如果不为自己积攒因德,就会天诸地灭。 那么,聪明勇敢的现代人,愣是以讹传讹地把这句话解释成为, 人如果不为自己谋取私利,那么老天都会来诛杀你。 谢谢大家,从 谢谢大家